七年前,我捡了个落魄的帅哥 砸尽一切资源,将他捧成了顶流偶像 他却和助理丝混在一起,用舆论将我踩在脚底 再睁开眼,我穿回了七年前,即将捡到他的时候 这一次,面对他渴求的目光,我视若不见 转而点了点他身边同样落魄 但未来会成为影帝的清冷少年 你,跟我走 于是我赶紧请出了文曲星 他已经给看视频的公主,王子们送了两个月的好运 给文曲星点赞后,就能逢考帝国,做题全对 在评论区发谢谢文曲星,他会感受到你的诚意 并多送你两个月的好运哦 正文现在开始,我来剧组视察时,不少人在我身后议问 这就是投资老板的女儿吧 一看就是白富美 听说他想做经纪人,谁要是被他看中 今后就不愁资源了 怎么才能吸引他的注意啊 好着急,我面无表情地往前走 直到临近一处拐角,才放慢了脚步 三,二,一,我在心里莫属 倒计时结束的那一刻,拐角另一侧冲出一道人影 慌乱地撞到我身上 我一个猎切,站立不稳 却被一双有力的手扶住 对不起,有没有撞疼你 温柔的男生充满关切 我一抬头,就看见了一张阳光帅气的脸 正专注地凝视着我 果然,这一幕来了 上一世,习峰也是这样 在我来剧组视察时,从拐角冲出撞上我 近距离的接触,让我注意到他俊美的容貌 细致如白瓷的肌肤,樱花绊绊的嘴唇 是时下少女们最喜欢的小鲜肉类型 后来,习峰成了我签下的第一个艺人 又在之后成了我的恋人 我砸尽一切资源 用七年时间将习峰捧成了顶流偶像 换来的,却是习峰的背叛 他不光出轨了年轻的女助理 还在我最困难时,用舆论将我踩在脚底 而眼下的场景,就跟上一世 我们初遇时,一模一样 可我不愿重蹈覆辙 我将胳膊从习峰手中抽搐 看也不看他一眼 只冷冷对剧组的工作人员说 你们剧组的秩序一直都这么差吗 习峰一愣,表情顿时僵了 我皱着眉表达不满 撞到我是小事 万一撞到了设备,误了工期 谁来承担损失 要是人人都这么毛躁 这戏还怎么拍 工作人员诚惶诚恐 连声对我道歉 不好意思 严小姐,这是剧组的群演 不懂规矩 今天拍完,我们就赶他走 说完,又瞪向习峰 快,跟严小姐道歉 习峰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似乎完全没想到 不会是这种反应 半上,才不甘心地挤出一句 对不起 我觉得可笑 上一世,他欺我瞒我 害得我声音尽毁 也没对我说过一句对不起 如今,竟因为旁人的一句斥责 他就对我低了头 看来,还是让他一直做个 默默无闻的小群演 才比较安分 严小姐,导演还在等您 你看,工作人员满脸紧张 向前做了个琴的手势 我点点头,走吧 刚迈开步,却被不死心的西风阻拦 严小姐,我知道你想做经纪人 最近正在物色艺人,你牵我吧 我可以给你创造巨大的价值 他把话直白了说,语气中都是笃定 可我记得,上一世刚签下习风时 他的言行处处透着小心 是什么促成了他的改变 莫非,习风也是从七年后穿回来的 我勾了勾唇脚,奚落地笑 你一个群演,哪来资格放大话 习风挺直腰杆 如果你看过我的表演 一定会愿意给我这机会 没错,上一世 我正是看过习风作为群演在泥潭里 苦苦挣扎的戏份,才被他打动 可那时,我只是在一旁默默观察 如今,却是他主动要求的 我默然地看着他 多的是人想从我这里讨机会 你,还不够格 习风露出诧异的目光 他张了张嘴,似乎还想争取些什么 但我已经转身离开 去了导演那边 严小姐 导演对我很是恭敬 当初摄像机前的位置 我白白手,不用管我 就按你的节奏拍 也是巧,导演正要拍的场次 就有习风的戏份 他虽然是群演 但因为长得好看 得了三句台词 是群演里的领头人 觉察到我的视线 习风演得更卖力了 我却懒得看他 反倒被习风身后的一个男人 吸引了目光 那男人没有台词 可他幽深的眼睛 就像一望无际的海面上 倒映的月光 只一眼 就能让人跌入暗夜的宝物中 挣扎在泥潭中的这场戏 他没有像习风一样 哭嚎着表达 而是通过微微站立的身体 精准的面部控制 勾勒出一个 对命运无限不甘与向往的形象 不愧是未来的影帝 郁城浩 打怕他此时只是个群演 也已经表现出 射人心魄的演技 只可惜 上一世 他拿了影帝后 就因为抑郁症跳楼自杀 逐渐被人遗忘 我也是看了好一会儿 才把他和记忆中的模样对上好 没想到 重来一世 居然会在这里遇见 过了 随着导演这一声喊 一看里的群演们纷纷重新站起来 习风的动作尤其迅速 迫不及待抹掉脸上的乌尼 期待地看向我 我只淡淡扫了他一眼 开口问导演 这批群演还有别的戏份吗 没了 导演听出我的言外之意 严小姐有看上的人 我笑着点点头 的确有一个 此话一出 剧组的人纷纷交头接耳 都知道我是投资人的独生女 身家不菲 不看重的人 不说飞黄腾达 起码是资源无忧 到底是谁 能得到严小姐的青睐 导演吩咐方才的群演站成一排 方便我仔细观察 习风站得最近 他昂着头 眼底的兴奋和轻视藏都藏不住 而玉成浩只漠然地看向远处 清扯的嘴角泄露出嘲讽 好像这一切与他无关 严小姐 你看动谁 直接带走就行 这些群演 做梦都想有出头之日 导演笑着说 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 我站起身 靠近习风时 他难掩得意 站了出来 严英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选我 然而 我看也没看习风 静止从他身边走过 停在了玉成浩面前 然后伸出手指 两个点这个浑身上下写满的疏离的少年 跟我走 全场哗然 周围顿时炸开了锅 八卦声 羡慕声 质疑声 红统向玉成浩涌去 忠意之下 玉成浩漠然的神色终于松动 他的喉咙动了动 好半天 才一哑着开口 选中了我 没错 我望着他倾笑 上一世 我们的交集不多 但我还记得 看到他的死讯时 内心深深地惋惜 我曾经看过玉成浩参演的电影 他长了一张有故事的脸 能轻易将人带入情境中 这样天生的演员 好不容易功成名就 为什么选择自杀 我惋惜 也好奇 更不想放弃这位未来的影帝 怎么可能 西风睁大了眼 难以置信地冲到我面前 颜鹰 你怎么能选别人 你明明应该选我的 你 我这才想起西风的存在 如今在看他 没了爱意的滤镜 只剩下厌恶 我勾起唇角 你算哪根葱 西风的身体颤了颤 似乎意识到什么 脸色煞实惨白如指 他细细地叹揪着我脸上每一寸表情 停住呼吸 一字一顿地问 颜鹰 你也回来了 我平静地看着西风 像是在看一个跳梁小丑 答案 以不言而喻 西风的面容逐渐扭曲 颜鹰 你真的很得下心 彻底不管我了吗 他伸出手 朝我不步步逼近 可还没碰到我 就被一双有力的手抓住 郁城浩挡在我身前 语气淡淡 却裹着寒冰似的冷冽 没被选中就卖惨 真佩服你的脸 保养得这么厚 他的手被因为用力而轻轻抱起 将西风钳制得死死的 西风吃痛 被迫缩回了手 剧组的工作人员也反应过来 一股脑上前 拉走了西风 颜小姐是投资人的千金 你一个群眼 本来就盼不上人家 别在这里碍事 西风被赶出了剧组 临走前 他眼中充斥着恨意 回头狠狠看了我一眼 但我已经不在乎了 而郁城浩还留在原地 悄悄打量着我 不同于方才保护我时的冷冽气场 此时的他竟显出几分手足误错 去换身衣服 跟我走 我对郁城浩抬了抬下巴 示意我在车边等他 约莫十分钟后 他来了 郁城浩换了身宽松的白色长袖薄衫 却掩不住挺拔的身子 大概是刚洗完澡 头发湿漉漉的 让他的清冷感多了几分柔软 这么独特的气质 上一世 我怎么就没发现呢 我拉开车门 叫他上车 然而 郁城浩却没动 他身痰痰的眼睛凝视着我 似乎在探究我的用意 你真的要牵我 当然 条件呢 七年为期 具体条款跟法务协商 我问的不是合同的条件 郁城浩顿了顿 像是在斟酌言辞 片刻后才谨慎的问 还有别的附加条件吗 这一回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 你以为我牵你 是缠你的身子 我不由事想 也不怪他这么想 娱乐圈是个现实的世界 要想得到 就要有交换 潜色交易 并不罕见 更何况 郁城浩有这样一张出众的脸 放心 除了接戏 你不想做的事 我不会勉强你 话音落下 郁城浩的神色明显放松了 此处只有我们两人 我如果有什么目的 大可敞开了说 没必要骗他 只是 他仍有困惑 那你选中我 是希望得到什么 我愣了愣 这样的问题 西风从未问过我 他只会用各种方式 向我索要资源 强调他想得到什么 可眼前的少年 却更关心我的需求 别人给予的善意 还未真切付出 他便想着如何回报 我心下一软 抬头看向他的眼睛 认真道 你好好演戏 好好活着 就行了 郁城浩一正 大概没想到 我的答案如此简单 半上 他终于梳开眉目 露出了见面以来的 第一个笑容 那就一言为定 我的经纪人 郁城浩和我签下了 七年的合约 签约后 我给他的第一个资源 是一部小成本校园剧的男主 这是前世 我给西风的资源 他凭借此剧 打开知名度 有了校园男神的称号 成本虽小 这是暑期档冲突的 一匹黑马 带飞了几位主演 尤其是男主 清冷深情 从人设上来看 郁城浩甚至比西风 更为贴合 对此 郁城浩有些诧异 一来就让我演男主 我怕我搞砸了 你应对这个角色 绰绰有余 我笑了笑 这只是一个开始 你的舞台 还在更高处 郁城浩骤然抬眼 目光如同黑夜里 两簇小小的火苗 竟有了灼烫之意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郑重回应 好 我不会让你失望 我们紧螺密鼓的 准备开机前的事宜 却没想到 就在开机当天 这部剧的男二 换成了席风 严小姐 我们都知道 您父亲是这部剧 最大的投资人 但秦雷与世 是第二大投资人 这男二 就是他要求换的 制片人如此向我解释 我一听 就明白了 其中的来人去脉 秦雷是个四十出头的富婆 上一世 席风小有名气时 秦雷就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席风曾把这事 当做笑话讲给我听 他说 我有音音这么漂亮又贵气的女朋友 怎么可能看得上那个老女人 没想到这一事 被我拒绝后 他居然主动找上秦雷 想必是付出了一些东西 才换得了男二这角色 真让人恶心 然而 此时已经开机 如果临场换人 亏钱是小 怕的是席风借舆论卖惨 把脏水倒在郁成浩身上 更何况 秦雷和我爸有过合作 没必要为了席风得罪他 我按下心中翻涌的情绪 陪郁成浩前往片场 刚下车 陪郁成浩就被导演叫走了 我干脆独自在拍摄现场乱逛 忽然 肩膀被人从后面拍了一下 这么快就回 我转过身 话语夹然而止 习风微笑着看我 晃了晃手中的奶茶 我的眼色冷下来 有事 我给剧组所有人买的奶茶 这份是给你的 我记得你最爱喝草莓口味 他将奶茶递给我 我没接 他又欺而不舍地用吸管插上 直接对到我嘴边 尝尝妈 你以前最爱喝这个牌子 七年后都没有了 我忍无可忍 直接把奶茶打翻 习风 别惹我 我看见就恶心 习风却不恼 他蹲下身 将奶茶捡起来 扔进垃圾桶 用一种几乎宠义的语气说 严英 你还是这么任性 一定是为了气我 才牵了别人 对不对 我呵呵一笑 习风 你还是这么自恋 以为卖身给勤泪 就能红 话音落下 习风的脸色不由发白 但他很快镇定下来 厚着脸皮狡辩 都是因为你不牵我 我才被迫求助别人 严英 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 但那都是上一世的事情了 我们重新开始不好吗 我心里最爱的 始终只有你 这话说的 仿佛他伪身于富婆 是我按着他的屁股 逼着他干的 真不要脸 习风 你最爱的 始终只有你自己 你来找我 说这么多虚心假意的话 不就是想让我把男主给你演吗 我毫不客气地拆穿他的伪装 轻蔑地抬起眼 我之前还以为 那个小助理是你的真爱 没想到这回 小助理还没出现 你又傍上富婆 你要怎么做见自己 我管不了 那你要是再纠缠我 我让你连男二都演不成 说完 我转身就走 可习风却奇迹败坏地提高了声调 你以为玉成浩就是什么好人吗 你知道他的底细吗 我告诉你 他是强奸犯的儿子 他爸强奸了他妈 坐牢的时候病死了 他妈迫于身体原因生下了他 却恨不得掐死他 连看他一眼都觉得恶心 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 心里早就扭曲了 更何况 他带着犯罪的基因 我停下脚步 转过身冷冷地看着他 习风对我的目光逼得一致 不由放缓了言语 言鹰 遇成浩他就是个短命鬼 迟早会自杀 你牵了他 最后肯定竹篮打水一场空 还不如 不等他说完 我一脚朝他的肚子踹了过去 习风亮相地跌坐在地上 不可思议地看向我 言鹰 你居然踹了我 我的嘴角挂着笑意 声音却恶狠狠的 我的人 轮不到你指手画脚 你要是还拎不清 别说踹你了 我能踩在你背上 习风眼中近视惊诧 大概直到这时 他才从企图挽回我的幻想中 清醒过来 从前我大概爱惨了他 以至于让他以为 无论怎么对待我 只要他招招手 我就会回头 但我早已不再是从前的我 经历了爱情背叛 事业夭折 舆论围攻 我也不会再轻易相信任何人 更何况是伤我最重的习风 这回 习风终于认清了现实 缓缓站起身 狼狈地离开了 而我转过头 却看见不远处 郁城浩站在深秋枯萎的梧桐树下 面色惨然 如同一片凋零的叶 我的心脏一阵抽疼 之前 我只以为郁城浩是 遇到了什么事才跳楼 觉得只要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跳楼就不会发生 却没想到 他竟有这样千冲百孔的绅士 我向郁城浩走去 看着他安静站在阴影里的模样 突然生出一种冲动 我想抱抱他 可在我伸出手之前 郁城浩却先开了口 之前没有告诉你 是怕你远离 现在你都知道了 如果想解约 我同意 他的声音低耳疲倦 落在身侧的手紧握着 直接发白 我问 解约 谁说要解约了 郁城浩恶然抬头 你不介意 我是你的经纪人 必须对你负责 我边琢磨边说 这些事 习风能查到 说明别人也能查到 需要尽快给你造一个更干净的履历 郁城浩暗淡的眼中 生出两促光 但身体仍是僵硬的 我继续让他宽心 当然 这并不是说你的经历不光彩 相反 你能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 说明你拥有比常人更坚韧的力量 更值得被尊重 给你造一个全新的履历 只是为了避免你承受更多非议 明白吗 郁城浩却不达 只是静静地看着我 眼眶越来越红 这么盯着我干什么 我脸上有东西 我想要摸摸脸 下一秒 却被拉入一个宽阔有力的怀抱 这个拥抱重得让人肋骨都发疼 但我还是伸出手 安抚地拍了拍他的背 想说的只是简单的两个字 我在 谢谢你 殷殷 郁城浩在我耳边轻声说 我纠正他 你该叫我老板 郁城浩没应声 我有嘱咐 这是你的第一部男主戏 好好演 别惹事 让我赚得盆饭多满才是正道 就算之后习风挑衅你 你也别搭理他 能做到吗 没问题 郁城浩的尾音勾着笑意 声线干净轻裂 像一个羽毛划过我的心 你牵了我 我绝不会让你后悔的 殷殷 说过了 叫我老板 好的 殷殷 郁城浩说到做到 整个拍摄期间 专心演戏 从未惹事 听说习风多次对他挑衅 但郁城浩直接把他当空气 看都懒得看一眼 而剧组的人也惯会捧高踩低 捧捧围着郁城浩转 对习风这个男二多有冷戴 比敌对更让人扎心的 是无视 而郁城浩的专注也收到了回馈 这部剧和前世一样 成为暑气盗的一匹黑马 播放量节节攀升 郁城浩的粉丝 每日都在疯涨 一群狼友磕声磕死 夸他清冷挺拔的气质 更夸他身临其境的演技 这影响力 比前世的席风更甚 郁城浩的行程开始繁忙起来 光靠我一个人盲目过来 我决定给他招一个助理 对此 郁城浩有些排斥 就我们两个不行吗 我不需要助理 我自己可以照顾自己 我哄着他 可我有时候分身乏术 想多些时间休息 郁城浩便不吭声了 默许了招助理这件事 没想到 这一招 近遇见了老熟人 一个叫董倩倩的年轻女孩 前来应聘 而她 正是上一世席风的助理 也是席风的出轨对象 董倩倩写了一篇小作文给郁城浩 热切表达了对她的喜欢 原具体的句子 都跟上一世写给席风的一模一样 别人只爱你舞台上光芒四射的样子 但我不一样 我更关心你 过得开不开心 累不累 亏着当年席风还为她的小作文感动涕零 原来 这小作文并不是单单写给她的 而是撒完海头 无脑崇拜等各种手段 得到了席风的联系 两人瞒着我双速双飞 暗通缓驱 却又舍不得我提供的资源 值得做一对见不得人的苦命鸳鸯 直到我爸的公司出现重大投资失误 宣布破产 董倩倩立刻说服席风踢掉我 从我们共同成立的影视公司撤出 这一招釜底抽薪 几乎让我陷入绝境 而席风为了得一个好名声 将所有脏水拖在我身上 此时以人财两空的我 根本无力回击 只得承受习风粉丝对我的无礼谩骂 所有生活全盘失序 可以说 上一世 我跌落谷底 跟董倩倩脱不了关系 即便这一世 我已经提前参与到我爸公司的投资事务中 能够避免重大失误 但董倩倩的出现 还是让我心中难安 不知道郁城浩对他 会是什么态度 我悄悄来到面试室外 到了最后一轮 剩下的几个人选 由郁城浩亲自面试 我听到里面董倩倩含羞戴气的声音 浩哥 我给你写个信 你看了吗 郁城浩的声音听不出情绪 看了 谢谢你的喜欢 董倩倩不由激动 那就让我留在你身边吧 让我照顾你 郁城浩一时没说话 我在沉默中平住呼吸 手心微微出汗 然后 听见了郁城浩严肃的回应 如果是作为粉丝 你写这封信 我很感谢 但作为工作人员 这种做法实在不专业 在工作中掺杂太多不理性的个人情感 是办不好事情的 这样公事公办的回答 让董倩倩委屈地乌液了起来 可是 我真的很喜欢你 你就给我个机会嘛 她的声音柔弱弱弱 带着哽咽 可以想见 此时的她必定胃流满面 惹人垂怜 但郁城浩却不吃这套 董倩倩 你越喜欢我 我越不能录用你 我也有喜欢的人 就在我们团队 看到你在我身边 她会误会的 我心跳一致 而后如肋骨般快速震动 我们团队 不就只有我和郁城浩两个人吗 她喜欢我 什么时候的是 我抢过自己冷静下来 经过习峰的对叛 要我像前世一样 毫无保留地爱上一个人 是绝对不可能的 更何况 郁城浩是我的艺人 公事公办才是这么道 我捂住发烫的耳间 决定装作没听见 只是在董倩倩离开时 派人送了她一程 并且有意无意向她透露 习峰的工作室也在招助理 我倒要看看 他们这对情比金剑的爱丽 最后会是什么下场 三天后 我得到消息 董倩倩成功应聘上习峰的助理 而郁城浩则选择了一位 沉默老实的男助理 之后是一段忙碌的日子 郁城浩片约不断 我给他挑选了几部 前世收拾口碑都不错的报品 帮他在影视圈站满了脚跟 郁城浩是个对演戏有追求的人 不轻易接弯剧 不想着赚快钱 无论主角还是配角 都全心投入 他虽然不如流量偶像窜红的速度快 口碑却水涨船高 习峰和我一样 是从七年后回来的 当然也知道那些剧能报 但他和前世一样 专挑轻松的青春偶像剧演 只想挣快钱 过去 我曾提议让他向演技派转型 习峰还大吵大闹 赤走我不相信他的魅力 不过 有秦雷利捧 再加上前世七年修炼的偶像气质 他倒也吸了不少粉 小有所成 两人演戏的路子不同 原本很难再抢资源 直到电影《枯叶》开始选角 而这 正是上一世郁城浩获得影帝的电影 《枯叶》是著名导演张安哥的作品 上一世 为了找到合适的男主 张安哥曾经在全国范围内发起海选 甚至不介意启用新人 因此 名不见经传的郁城浩才能得到机会 在层层筛选后拿到男主 但事实上 在全国海选前 张安哥曾经针对已出道的演员 专门组织过几次试镜 只是一直没有满意的人选 才将筛选范围扩大到新人 而现在 正是演员们集中试镜的时间节点 领导选角 各方都绞尽了脑汁参加试镜 我也递了郁城浩的资料过去 顺利收到试镜邀请 没想到 试镜那天 习峰也来了 身边还跟着他的助理董倩倩 两人虽然隔着距离 但看那眉目传情的眼神 很明显已经搞在了一起 颜鹰 你还真是够狠心的 明知道郁城浩演的这部戏会死 还送他来试镜 习峰的唇角写法的挑衅 看似是在对我说话 实际却是在扰乱郁城浩的状态 我毫不客气地对他 哪个下水道没关好 又让你爬出来了 脸就这么一张 不能省得点丢吗 郁城浩在旁边扑痴笑出了声 董倩倩原本没说话 一听自家哥哥被人嘲讽 立刻站出来跺脚 不许你们这么说我家哥哥 我家哥哥的脸俊美无双 这是几百万粉丝认证过的 这话说出来 你不尴尬吗 我吃笑一声 如果我没记错 你最开始应聘的是郁城浩的助理吧 你还给他写了篇小作文 我看得很是感动 西风的目光立刻阴沉了下来 董倩倩一聊眼皮 委屈巴巴道 哥哥你宁愿信他们都不信我吗 这绿茶发言 听得我头皮发麻 哦那这是什么 我掏出手机 反手把董倩倩小作文的照片亮出来 一字一句都是手写 西风一眼就能认出他的笔记 董倩倩你耍我 西风面色铁青 隐隐就要发火 董倩倩的嘴唇 下巴紧张的颤了颤 慌忙道 哥哥我回去跟你解释 你先别忘了来这里的正事 西风猛的被提醒 收住怒火 看似无奈地望向玉成浩 我是好心提醒你 赶紧放弃这个角色 要是演了 你的命就没了 他故意顿了顿 等着玉成浩往下问 玉成浩却不接招 对他的话全无好奇 只淡淡道 不劳你操心 我自己会判断 西风还想再说 但这时导演助理出来了 给每个演员发放是戏片段的剧本 每个人领到的戏份都不一样 大家要保管好啊 我见玉成浩已经顺利领到剧本 出门接了个电话 让他安心准备 回来后 却发现玉成浩的神色不太对劲 什么问题吗 我问他 玉成浩皱着眉头 我的剧本可能被换了 我大惊 立刻拿过他手中的剧本翻看 上一世 我看过酷叶的电影 对里面的台词有些印象 因此很轻易就辨认出 这根本不是酷叶的台词 而是一段烂俗的喜剧 我走以后 发生过什么 玉成浩说 我领到剧本还没来得及看 就被路过的西风 撞了一下肩膀 剧本落到了地上 是董倩倩捡起来还给我的 你的意思是 董倩倩换掉了你的剧本 我愤然起身 那就找他拿回来 玉成浩拉住我 冷静到 我之前已经问过了 他们不承认 更何况 每个人的剧本内容都不一样 没法下断言 那就让导演助理 再给你发一份 不行 张安哥导演 最注重演戏的态度 刚发了剧本就搞错 第一印象肯定很差 演得再好也掰不回来 那怎么办 你都没看过剧本 演什么 我不由替玉成浩着急 本以为上一世 他当选过枯叶的男主 这一世也不会有问题 没想到 媳妇和董倩倩阴魂不散 居然搞出了这种事 然而 不等玉成浩回答 就听导演助理过来叫人 第一个视镜的 玉成浩过来 我急得额通冒汗 这么快 放心 玉成浩拧拧我的手 安抚道 我有办法 玉成浩进了视镜间 我想不通 压根没看过正确剧本的他 能有什么办法 总不至于开口胡编码 又或者 视镜的剧本本来就不是枯叶 导演想通过烂俗喜剧筛选人 我心存侥幸 暗中祈祷 可席峰却不让我安宁 他走到我身边 勾起嘴角道 颜莺 你看上去好像很紧张啊 玉成浩没准备好吗 我看他刚刚都没怎么看剧本 是不是提前放弃了 真是可惜了 枯叶这么好的本子 光看片段 我都觉得感动 玉成浩怎么能看都不看呢 我身形一僵 这么说来 视镜的内容真的是枯叶 我的那丝侥幸 彻底烟消云散 席峰 我强忍着弄意看他 你一直执着于青春偶像剧 怎么会对枯叶这种文艺片感兴趣 是故意想来捣乱吧 席峰笑了 小人得志一般 对呀 哪怕我演不了 我也不会让玉成浩得逞 你当初选他 不就是因为他是未来的影帝吗 现在他错过了这部戏 已经没了这个头衔 你的选择还有什么意义 其显乐用心 昭然若揭 剧本必定是他和董倩倩换的 没跑了 我冷笑一声 玉成浩不是你 他的影帝 靠的不是偶然 而是实力 就算没有哭咽 也会有别的戏 更何况 你凭什么就认为 他已经错过了哭咽呢 话音落下 视镜间的大门打开 出来的 却不是视镜结束的玉成浩 而是导演助理 各位演员 久等了 有个消息要告知大家 导演助理提高了声调 带着歉意与欣喜说 张恩哥导演表示 他已经找到了他心目中的男主 其他人都不必再看了 各位演员可以自行返程 给大家造成了不便 非常抱歉 此话一出 周围顿时炸开了锅 后面的看都不看了 不会有什么内幕吧 你说谁被选中了 哦 玉成浩 他确实是个实力派 以张恩哥导演的地位 根本不屑搞什么内幕 他自己有充分的话语权 天 这得演得多好 才能让导演直接拍板 习方和董倩倩 方才还耀武扬威的脸色 顿时惨白如指 我笑得合不拢嘴 在人群的议论声中 感到了切身的骄傲 过了好一会儿 玉成浩才从视镜间走了出来 和张恩哥导演一起 导演对他的欣赏一一眼表 我原本以为 男主这个角色最难找 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 但看了玉成浩的表演 我就知道 都找到了 导演笑眯眯的看向我 伸出手和我相握 你就是玉成浩的经纪人吧 没问题的话 我们这周把合同走了 我按捺下内心疯狂尖叫的雀跃 彬彬有礼道 当然没问题 感谢您对陈浩的认可 张恩哥导演亲自送我和玉成浩离开 一路聊戏 聊人物 玉成浩对答如流 徒留下身后恶然的习风和董倩倩 绞尽脑汁 也想不通哪里出了问题 同样想不通的 还有我 因此一上车 我就迫不及待问玉成浩 你不是没有看过剧本吗 最后怎么演出来的 玉成浩嘴角上扬 心冷的脸泛起一阵涟漪 因为笑意而微微泛红 谁说我没有看过 我只是没在刚才看而已 我回忆起来 玉成浩在翻开剧本的第一时间 就断定这不是枯叶 这不就说明 他原本就知道 枯叶的台词应该是什么样吗 你提前拿到过剧本 我问 玉成浩摇头 没有 我心如肋骨 另一个大胆的猜想浮出了脑海 却不知如何描述 玉成浩看出了我的心思 缓缓开口 没错 音音 就是你猜的那样 也是从未来回来的 我如遭雷击 怪不得习风再三强调 你演枯叶后会死这件事 玉成浩却没有表现出丝毫好奇 正因为他亲身经历过 才会对一切挑唆 林淡风轻 那么上一世 他究竟为什么会自杀呢 玉成浩深深泻口气 声音缓缓坠入往事的深渊 我的身世 这件你已经从西风那里听说了 我妈一直都很讨厌我 我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 她想弄死我 却没有成功 后来我长大了 她便不想着杀我了 只是永远冷漠 永远恨我 那时候我以为 是因为我不够乖 不够成功 才让她这样厌恶 我想 如果有一天 我能成为她的骄傲 她应该就能好好看看我了吧 我在群烟里摸爬滚打 从一个个小配角演起 终于获得了哭咽这个机会 可等到我得了隐蔽 终于拥有了鲜花和掌声 再回去看她 却只得到一句 让我去死 我脑中的弦 已经冻得太久了 支撑着我成功的信念 在那一刻猛然崩塌 我意识到 无论我拥有多少成就 我都不配得到 哪怕一点点爱意 活在这世上 我没有什么可依靠的 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 抑郁症发作 我跳了楼 但没想到 老天竟让我重活了一次 你来剧走那天 我仍然打算等那场戏演完 就离开娱乐圈 不再追求那些 虚无缥缈的名利 可是 你居然选中了我 这是上一世 没有发生过的事 我意识到 有什么东西改变了 你信任我 扶持我 无条件地站在我身边 有好几次 我以为你 也会像其他人一样抛弃我 但是你没有 音音 是你重新点燃了 我对生活的热情 我不会再想不开了 有你在的人间 我怎么舍得走 我心潮翻涌 他的一字一句 也触动着我内心的疮痛 被人信任 以及给予别人信任 是一件多美好的事 我曾以为 老天让我重来一次 是为了纠正错误 重回正轨 眼下才明白 重生是为了让我 一片一片捡起破碎的自己 拼成完整的样子 在拖胎换骨的 新生中学会真实自己 对我 对于郁成浩 都是如此 音音 我有一个请求 郁成浩突然说 我问 魔光清澈 黑钥匙般的眼睛 静静看着我 上辈子 我拿到了有地的奖杯 可身边却空落落的 只感到无边无际的孤独 这辈子 如果我还有幸能拿到 你能不能在台下陪我 重回一时 我想 总要有些不一样的经历 我笑了 毫不犹豫地答 当然 我会陪着你 在你每一个需要我的瞬间 郁成浩顺利进组枯叶 开始了紧张的拍摄 我也没闲着 西风和董倩倩 摆了我这么大一道 我怎么可能轻易放过他们 我早就收集好了 两人乱搞的证据 找了个靠谱的中间人 将证据交给了秦磊 秦磊可不似我那般心软 西风这种小鲜肉 他本就抱着弯弯的心思 就看中他听话 结果到头来 这玩物 居然赶在他眼皮子底下出轨 他怎么可能轻易放过 秦磊直接停了 在他身上的所有投资 相关代言 合同 纷纷解约 紧接着 西风现身复活金主 又出轨 女助理的丑闻被曝光 偶像光环一叶破裂 全网都在骂他浪黄瓜 我又乘胜追击 曝光了西风和董倩倩 换走郁城浩剧本的监控 这不光是丑闻的问题了 更是职业素养和道德底线的问题 原本还死咬着哥哥 也是被逼无奈的粉丝 顿时哑了声 飞快做鸟兽散 如果西风是走的是演技派的路子 或许沉寂一段时间 还能有戏可接 但西风完全靠流量吃饭 一招粉丝崩盘 他便一无是处 后来 听说西风和董倩倩这对真爱 也分手了 我丝毫没有感到意外 像西风这样的人 落魄时想要靠女人上位 上了位又想要得到弱者的崇拜 永远无法得到满足 当他跌入谷底 董倩倩的撒娇与崇拜 变成了没坠 他此时需要的是一个金主 可是他如今的名声 大概是再也找不到一个心甘情愿的金主了 严总 西风又来了 喜好能和您见上一面 下属告诉我 我站在落地窗前 看着楼下那个落魄而憔悴的身影 面无表情道 不见 无论他来多少次 我都不会见 他想说什么 不用脚指偷 想也知道 要是他再敢厚着脸皮来 直接让保安插出去就行 下属得了令 立刻下楼驱赶西风 西风不肯走 两个保安便架着他 做事要报警 围观群众指指点点 西风最终还是妥协了 狼狈离开 这之后 他再也没来过 在娱乐圈销声匿迹 落地窗外的风景 终于干净了 冬去春来 枯叶顺利上映了 虽然是文艺片 但有张恩哥导演作为招牌 枯叶的票房不俗 而且随着口碑发酵 票房节节攀升 大获成功 看过电影的人 都对于成浩的表演印象深刻 他身上那种破碎感 与力量感的结合 令人心醉神迷 难以自拔 枯叶让于成浩人气飞涨 但他并未因此沉沦 依然像过去一样 看书饮茶 简单生活 只是年我的频率 变得越来越高了 现在那么多人喜欢我 我自己更要规矩多一点 防范多一点 免得阴阴不开心 没有通告时 他喜欢来我家 干活 聊天 看电影 或者两个人什么也不说 只静静待着 就身心愉悦 我也越来越习惯 有他陪伴的世界 枯叶上映三个月后 玉成浩果然如前世一样 拿到了影帝的奖杯 领奖台上 聚光灯下 他手捧奖杯 内光闪闪的看向台下的我 这座奖杯 我想要送给我最重要的人 我的前半生 就像是辗转飘零的枯叶 但爱上他以后 我整棵树的枯叶 都在沙沙作响 每片都焕发出新的生计 音音 请你和我在一起吧 我愿把一生的卖身器 都欠给你 台下掌声雷动 他当着所有人的面 将对我的爱意公之于众 不留后路 不怕拒绝 但我又怎么可能拒绝他 在日复一日的相处和陪伴中 他早已成为我生命中 珍贵的一部分 观众瞩目之中 我走上舞台 和他一起举起奖杯 身后传来了枯叶的主题曲 恰似我们一路走来的心境 我这片枯叶 本该随风飘散 却死守着竖脚 想再看一次春天 我知道 我会在下一个春天 重新遇见你 把爱意深深摆在脚下的泥土里 双雪交下 冬去春来 枯叶终于等来了期盼的春天 而你是温暖春光里 最错落有致的一笔 至此全文完 感谢观看